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青龟的潜能解放 说到青龟,第一个想到龙雷黑金又可以变身 在当时除了变身血会变少之外 实战出来之后,算当时蛮强势的龙雷队长 而今天要来介绍,首先来看他的队长技 技就要两个一起看,因为有分变身前跟变身后 其实就倍率看起来,感觉变身前的10倍率比较高 10倍6倍8倍,但其实变身后的虚倍率也非常的高 除了10倍跟4倍之外,额外的加combo,额外的龙族强化 以及200%属性兼具,实际上变身后的青龟伤害会比较高 而变身前的青龟真的要说,他的第二点6倍看起来很多 但是是只有他自己自身才有的 用懒人包你只要知道变身后的伤害会比较高就是了 而血量的部分,从原本的1.8倍,直接来到 不管是变身前后,都是直接4倍双队长16倍 另外也说一下,青龟在变身前后的卡片三维 其实差距也蛮大的 然后再来是队伍技的介绍 他的玩法必须为青龟双队长 而整体效果如上面秩序那样 真的比较印象深刻,除了结盾之外 移动触碰也开始会有龙族符石 并且配合最下面那一点,每消除龙族符石还可以回血 其实他自己就自带了,无脑回90万的血 因为移动就有龙族符石嘛 然后再来,这一次最亮眼的也是这边 以前只有进场才有减CD 现在是进场,甚至回合结束的时候 龙类成员会再次减一次CD跟回一次EP 那这样子等于一进场可以乱开技能 下一回合又全跳回来 还可以简单达到开技能额外触发倍率 而这个减CD也是在当时让他变成强势队斩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后再来是主动技能的部分 除了变身前有两招,变身后也有两招 而且他的主动技能比起先前指定转属更多了解盾及增伤 算是大大的提升他的实用度 然后再来是变身 整版转龙族强化 以及文龙的队员可以搭配到会有减CD加EP的效果 然后变身之后的主动技能 第一招就变得有点不一样 变身前是指定符石,转强化龙族符石 变身后是引爆该种符石 便会掉落该种以外的 就是完全剔除 然后还有不一样的解盾 原本是弓前击破拼图 现在除了拼图之外 弓前改成二到五鼠盾 然后消除龙族符石原本是龙类两倍 现在变成龙类会额外追打两下 然后再来是他的第二招 蝶云选符石会移除 并将符石的掉落率变成0 就是直接完全禁珠 然后除此之外又有外的被伤 但轻规我觉得他的爆发变非常多 变身后的第二招 变身后的第一招 以及变身前的第一招 都可以用于整队的伤害提升 那可以算是 变成一个爆发的好卡片之一 以及搭配他本身的卡片高素质 我觉得应该之后 也算是龙类非常好的队员之一 然后再来这边 最后要来分享一些 使用上的心得及建议 首先他就是一个全龙类的队长 基本上依照关卡 龙类的队员都可以携带 比较值得一提示 配合着减CD的机制 实现客魂一张也能够进场 直接进入中式 然后除此之外 轻规真的还要说 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他变身后1招的机制 累积的方式是销到木珠 会额外加11招 但最多每回合只会加1 比起现在环境的黑金那种 一回合四组加1最多加2的手段 轻规其实在回复1招的方面算比较慢的 所以技能一开始可以乱开 但在实战当中后面 由于1招累积较慢 可能技能的使用时机要再斟酌一下 然后再来比较多人会讨论的 那我到底是人人好龙龙好还是人龙好 铁出一进场 你技能会乱开 要叠那个倍率之外 会比较推荐人龙或者是龙龙都可以 但至少1只要变身我认为会比较好 伤害会比较明显有感的提升 好那么今天的介绍影片 其实差不多就到这边 队员的部分基本上就看光卡再配戴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想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通知 记得订阅什么字塔 观众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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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